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最关心的项目 由于汇丰4月初的时候公布 因为完成出售加拿大汇丰 计划派发每股特别息是21美先 不少券商好像是高盛 摩根士丹来预测 汇丰第一季每股基本派息 将会按年持平在0.1美元 加上上述的特别息 合计将会派发每股是0.31美元 如果汇丰第一季每股基本派息 随着顺利增长有所增加 就有望成为为市场带来一个惊喜 反之就会可能令市场忧虑 他们业务前景有转差的风险 另一方面商业贷款等的净利息收入 始终是汇丰的重要收入来源 联储局至7月之后就没有再加息 加上存款利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所以截至截稿之前 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虽然汇丰今年第一季 那个NIM可以按年扩阔6个基点 但较去年全年的NIM 大约1.66厘低大约5个基点 公司业务潜在暗涌 除了NIM可能会呈现下跌趋势之外 还有近两年困扰香港银行业的内房债务危机 仍然未完结 对汇丰的撥备带来另一个不明朗因素 投资者第一注可以后汇丰价格回到62元的水平吸纳 如果有机会回到58元可以加注 初步目标就是提77元 另外可以作为长线收息之用 不过如果它的股价跌穿2023年3月 因为美国矩谷银行擠提事件引发的低位 即是49.7 或者预事有新危机出现 就适宜在清货离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